为了讨男神欢心 我在市区偷偷放烟花 被逮了 结果抓我的警察是男神他爸 未来公公一边做记录 一边笑的打仗 还调侃帮我交罚款的男神 这个月你已经送进来三个了 怎么 帮你老子加业绩 坐在警察局冰冷的凳子上 我垂着头 恨不能缩进地缝里去 市区不能燃放烟花爆竹 你不知道吗 我弱弱道 知道 那你为什么明知故犯 抬起头 小心地瞥一眼眼熟的警察大叔 把头低得更低了 我色力熏心 是我错了 行了 做记录的大叔笑了一声 看你是出饭 就不用别的什么惩罚了 等会交我罚款就能走 我低着头眉之声 只觉得人生都灰暗了 为了追到男神 我没愿的高领之花周燕南 我特意打听到 今天立了特殊的日子 放烟花给他告白 我们这里老几年 就进了社区烟花爆竹 抓到就要罚款或者蹲两天 但我本来想着 晚上过了巡逻时间 又是只放几个 怀着侥幸心理 没有改变计划 但人 倒霉起来喝水 都塞牙缝 就在烟花满天 我拿出玫瑰 准备朝着男神诉说心意时 一样突然开始 乌拉乌拉的警车 出现在了我面前 两个警察从车上下来 与此同时 男神对着其中一位 淡淡喊了一句 爸 我粘得就跟地理那双 打了的小白菜一样 炫完了话 男神他爹一感严肃的嘴脸 叼着烟 笑呵呵的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起来也有我那儿子的错 要不是他这小子 用那张脸乱勾人 你也不会这样 我下意识地反驳 不 是我的错 是我昏了头 男神怎么会有错 男神做的都是对的 男神他爹一听 顿时笑得更开心了 一颤一颤的 一旁凑热闹的 其他民警也好笑 你儿子这个追求者 真护短啊 我窘迫的红了脸 弱弱半天说不出来话 一群人的动静不小 原本在不远处等待的周艳南 似乎也察觉到训话结束 起身走了过来 男神沉着双墨色的眸 瞧着一点都不像是 跟我一起做错事 上警车被带来 而是被局里 请去协助破案一样 总的来说 就不像跟我是一个世界的人 脸上的温度顿时更高 我想起刚才烟花未完的话语 尴尬地只想转移话题 我去交罚款吧 多少钱 500 一旁的警察姐姐回应我 我摸摸都 空的 再一看手机 余额300 这个月还有几天 还没到我发收费的时候 为了告白更浪漫 我特意买了贵的品种 直接掏空了我的钱包 我顿时僵住了身体 警察姐姐一脸理解的 递上了收款二维码 支付保卫信都可以 你们小年轻 现在肯定不带现金了吧 我 倒是男神 他爹看出了什么 一把将周燕南扯过来 一帮人小姑娘先交了罚款 先送个宿舍去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 周燕南瞅了我一眼 没说什么 干净利落地掏出手机 扫了码 再三保证以后 不会再乱放烟花后 我终于被放出警察局 塞进了男神他爹的车里 从刚才嘴角 就一直没搭歪下来的大叔 将车钥匙甩到周燕南手里 拍了拍驾驶室的车窗 这个日都是第三个 送进来的姑娘了 你就算要给你爹增业绩 也不是这么个增法 周燕南淡定地升上车窗 发动汽车 你该回去上班了 臭小子 你爹这是关心你 大叔笑骂了一声 又转头朝我示意 小姑娘别想多呀 他也就跟着你一个人进来过 如果以往听见这些 我一定激动的乱跳 但现在对着别人的调侃 我只能干笑了两声 一声叔叔再见 刚说了一半 车子就一脚油门 离开了警察局门口 没了第三个人的声音 不大的车内顿时安静了下来 闷得叫人难过 我小心吞了口口水 余光打量开车的周燕南 只跟我一个人进来是什么意思 开车的青年面色不变 自念意思 我顿时没了话 这个人一直都是这样 容易叫人误会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笨手笨脚地做实验 失败了好几次 周燕南看到后 替换了和我同组的妹子的位置 手把手帮我过了实验 之后每次实践课 他都过来和我组队 弄得我心里小路乱跳 以为自己进了大学之后 魅力暴增 吸引到男神一见钟情 不止这些 体育课打排球 他也总是跟我一队 帮我护着我 就连我几个社友每次看到 都紧没弄眼的 觉得他对我有意思 这样半个学期后 我试探想引他告白 却只得到了让我实话的回答 我没有见过 做实验这么烂的人 跟你组队 是怕你炸实验室 排球从周晏南的小臂弹起 一下砸到我的脸上 排球也是 我只是搞不懂 为什么你打球这么烂 他一直以来的帮助和重视 大概只是一个 天才对普通人的研究而已 但我却傻乎乎的 一头栽了进去 知道了事实后 我消沉了一段时间 很快又在社友们的安慰下奋起 像我一样的人还有很多 但是周晏南偏连选择来帮我 这就是缘分 现在不喜欢我又怎么了 又不代表以后不喜欢我 不就是追人 我别的没有 耐心最多 可话是这么说 再遇到周晏南说 这种会让人误会的话 我还是有点控制不住 我的自作多情 本来今天告白 就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 好巧不巧 又被周晏南的爸爸 抓了教训一顿 最重要的 我连罚款都不够钱交 还要被我告白的对象 出钱捞我 还送我回去 一连串打击 让我心理防线几乎崩塌 一想到丢了这么大的脸 我咬着下唇 眼泪不自觉蓄满了眼眶 一颗一颗滚落下来 你哭什么 啪哒啪哒 刚掉了两滴 周晏南就察觉到了我的不对 他将车停在了路边 面色奇怪的搬过我的身体 想强迫我看他 可我不知哪里来的力气 就是强撑着不想抬起脸 哭泣所带来的耳鸣中 我似乎听见他非常轻的叹了口气 周晏南的耐心一向不怎么样 最烦别人听不进去话 之前有一起做实验的 另一个同学和他僵持意见 他直接非常狠辣的 不带一个脏字 吐槽了一遍对方错误的方法 直接让那个同学摔门走人 因为清楚知道他的脾气 我每次胡闹也都会有个限度 绝对不会出他眉头 但我现在除了记得 不能让他看见我哭得 乱七八糟的样子以外 别的什么也顾不得了 哭了一会 周晏南搬着我肩膀的手 忽然松了开来 也没有再询问我突然哭泣的原因 似乎是已经要放弃 现在僵持的状况 心里忍不住一跳 好奇和担忧 让眼泪下意识就缩回去了一些 我捂着脸又干呜呜了两声 没听见动静 就忍不住想抬头看 心情被打断 很快也就没有那种 难受的不得了的感觉 我吸了吸鼻子 闷闷道怎么不开车了 他没看我 只是拖着下巴看了眼窗外 非常漫不经心地道 距离宿舍关门 还有很长的时间 我不解的歪头 宋欢瑜要不要去吃点东西 他问 为了盛大告白 我还特意少吃了几口饭 选了比较显身材的衣服 从警局折腾这么一趟出来 又哭了一场 胃里所剩不多的食物 早就被消化了干净 被遗忘许久地为哀嚎了一声 我摸了摸上腹 想着这是周燕南难得的邀请 于是非常没有骨气地点头 吃 我跟小媳妇似的 跟在周燕南身后 眼睁睁地看见他 把我带进了一家烧烤摊里 环境虽然算不上脏乱差 但也干净不到哪里去 是我印象中 周燕南并不怎么喜欢的地方 你想吃烧烤 周燕南皱着没点了点 有点油腻的菜单 事宜让老板加菜 不是你饿了吗 他今天是不是被什么人穿了 等看见老板端上来的烧烤时 我头上的问号更多了 之前误以为周燕南喜欢我的时候 我为了多制造一点 两个人在课外的交集 时常借着他帮我 我怀里的借口和他吃吃饭 看看展览和电影什么的 最后一项他多数时候会拒绝 但吃饭倒是基本都硬了 在课堂之外 非必要的时候 周燕南话简直少得可怜 开始几次出来吃饭 基本就是我一个人找话题 聊完了就各回各的宿舍 周燕南虽然耐心不好 但对于大部分事情 都抱着无所谓的姿态 就因为这 院里男生们经常说他装得不得了 总是一副超脱世俗的模样 可是几次吃饭下来 我却感觉他并不是无所谓 只是好像不太喜欢 表达自己的意见 不喜欢到 只要不是别人穷追猛打的问 就绝对嘴巴闭得严严实实的 他其实喜欢干净 喜欢味道淡一些的餐馆 不太喜欢吃辣不喝酒 尤其喜欢酸甜的东西 我秉承着跟村里狗 都能唠两句的话唠精神 致力于在他耐心到底之前 引他说出来自己的想法 当时我想的好好的 反正周燕南喜欢我 我也对他有好感 我们两个人迟早都是要谈恋爱的 现在早点调好了 以后谈恋爱的时候 更顺当一些 直到知道 他其实并没有我想的那个意思之后 我也没有停下这样的相处习惯 可以说我对周燕南的了解 一半是自己揣夺的 另外一半都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但在所有的了解之中 只有一点我不敢确认 周燕南到底对我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因为长时间的自作多情 再加上周燕南不耐烦爱 还是挺有绅士风度 我实在是无法肯定说出他的想法 今天他又尤其不同 不知道是因为烟花真的触动了他 还是我禁橘子 碰见他爸这件事情 让他有什么别的想法 总而言之 现在的周燕南很奇怪 老板娘将最后一盘羊肉串端上桌 又放下一打啤酒 你们的菜齐了 我看着满桌子 都是我喜欢的口味的烧烤 又看了看啤酒 艰难地道 也还点了啤酒 老板娘将菜单一划 随意道 啤酒是我送你们的 小情侣的吵吵闹闹可以 但是不要把姑娘弄哭了 他拍了拍周燕南的肩膀 好好哄人 一句不是情侣还没出口 老板娘说完就立刻转身 只留下一个微胖的背影 于是我看看周燕南 又看看烧烤 看看周燕南 又看看烧烤 我期待他嘴巴里能说出什么 或反驳或承认的话 干脆直接一点击破我的幻想 或者让我知道我并不是又自作多情了 但青年只是将目光 从老板娘的背影之后挪了回来 问我不吃吗 我 我吃 一串一串非常符合我口味的烤串 进入嘴巴 又吞咽下去 自始至终 周燕南一串烧烤都没有碰 只是安静地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 默默看着我 被人盯得感觉不太好 即便盯着的这个人 是我喜欢的人 硬着头皮 勉强吃了足够垫肚子的串 我努力将余光挪开 试图找话题 刚刚周叔叔说 这个月你送了三个女生进去 什么事 周燕南正没思索了一回 一个给我寄恐吓娃娃 威胁我谈恋爱 一个偷偷进我家里 想要偷我的贴身物品 好家伙 我甘笑了两声 你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周燕南嘴上没说什么 但眼里几乎是明晃晃透出 对两人的不喜 想起我也被周叔叔归类在其中 我顿时郁闷的不行 一口咬下羊肉串 被辣椒粉呛的眼泪横飞 一杯冰凉的液体 适时递到我手上 周燕南语气不解 怎么又哭了 我一口肝丸 这才平息了嗓子里的不是感 抹了把脸 我没哭 是被呛了 放下杯子 一低头看见残余的淡黄色液体 我顿时浑身僵硬 你多喝了酒 我对酒精超级敏感 喝一点就上头断片 在家发现了之后 基本是碰都不敢碰 这一面狼狈 我从来都没有在周燕南面前表现过 他也没地儿知道 因此刚刚嗓子被呛的情况下 我没留神 他不知一杯酒就这么下了度 离我最近的只有酒 好听的声音忽远忽近 周燕南的脸也很快 在我眼前花成了高虎马赛克 第二天在宿舍醒来 想起昨晚最后的事情 我沉痛的 不 我感觉我失去追求资格了 为什么有的人不会记得 酒后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不能也给我这样的能力 想起昨天我抱着他 哭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说下个月一定会还他钱的样子 我眼前一黑 只觉得本就因为被抓 没胜多少的形象 更是跌到了低谷 记忆中周燕南说了好几次 不需要还钱 到后来不耐烦到脖子青筋都抱起来了 最久后懵懂无知的 我还赖在地上 反反复复打断他的话 一直说着会还钱 我很怀疑 如果不是烧烤店老板娘 那谴责如同看复心汉的目光 盯着周燕南 他很有可能会选择打电话 喊别人来解决我的住宿问题 想到这里 我哀嚎了一声 我感觉我失恋了 怎么突然这么说 摄友凑过来 昨天他还用你手机 给我打电话 让我下去宿舍接你呢 嘖嘖 那细心的 但是你不知道我昨天丢了多大的丑 我生无可恋地躺在床上 周燕南的容错度一向很低 我感觉就昨天那个表现 不用表白 我应该已经被他 排除在择偶范围内之外了 摄友对周燕南的了解 也仅限于大众印象 听我这么一说有点狐疑 但我昨天感觉他对你挺关心的呀 不过你的感情 还是你自己决定了 如果你不想在他身上花心思 那就早点收心 免得之后伤得更甚 我点了点头 打开手机 先是给教我昨天放烟花的学姐发了个消息 又转点开院系大群九九家的大群 里面人正热闹讨论 昨天我放烟花被改了这事 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我 但熟悉周燕南的人 也大大能猜出来我的身份 我翻了翻 大家大多是善意的笑 还有将这个做成梗图爆出碗的 手指顿了顿 我没有在网上翻看 而是打开了周燕南的联系方式 很好 一如既往空空荡荡 什么问候都没用 更别说一句安慰的话 我顿时委屈地撇成一张人皮 摊在床上 想想周燕南是因为什么才和我熟悉的 一个看着我做实验出错都忍不住来的人 昨天竟然什么都没有纠正我 而是看着我胡闹 除了觉得我没错 这个基本能排除 那就是觉得没必要救中我了 我看了他的联系方式很久 咬咬牙 一口气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不舔了 累了 现在想想 他我都觉得那些射死的画面 在脑海里回荡 拉黑周燕南之后 我在各种场合 也尽量躲他 躲得远远的 合作的实验大课 尽量选离他最远的位置 拖着摄友当搭档 组队的排球课 也是躲到角落 默默自己一个人对墙面 下个零一打 我脚底抹油溜的飞快 绝对不给他任何毒舌吐槽 我操作的机会 一连半月 我硬是凭借敏捷的移动和观察能力 一次都没有被他抓到 倒是摄友被我跑来跑去的行为 弄得苦不堪言 他闲鱼一样摊在床上 眼泪流得面条宽 我听说最近周燕南心情很不好 肯定是你躲着他 让他生气了吧 这话 就差没直接说让我回去找人了 我犹豫了一下 摇摇头 应该不是 周燕南那张脸看起来高领之花 实际去记仇的不得了 第一次排球课 我砸了他多少次 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还能原样给我附属出来 抛弃掉心中那自作多情的想法 我坚定道 咕摸只是之前的气没消呢 摄友张嘴欲劝 想了想 叹了口气 最终还是没有说什么 宿舍四个人 就只有这个摄友 是对我之前追求最支持的一个 他总调侃我和周燕南 就跟恶作剧之文里的原香情 和江植树一样 高冷男神对上笨呼呼的耿直姑娘 即便没有那一吻 也一定会修成正果 为了这描述 不太看电视剧的 我还特意补完了一整个剧集 上头的时候也充满幻想 可现在想一下 我可能 或许 真的没有原香情的抗打击能力那么强 能坚定追到想要的人 即便再怎么努力躲着周燕南 可学院做实验的楼就这么多 半个月是侥幸 长了总还是会碰见的 身边没了我这个名为固定搭档 实为普通人类观察对象的妨碍在 这半月 周燕南身边的姑娘又多了不少 我努力克制 让自己不要注意他的动向 所以一直没留神 都是那些人 可今天刚从实验室出来 我抱着资料 刚爬两层台阶 身边就涌过去了一大堆嘀咕的男女 八卦 周燕南 勾搭这样的词汇 传入耳朵 我的脚步一顿 犹豫了一会 还是没有克制住自己的八卦之心 跟上那人的身影 周燕南作为老师的得意门声 课外其他的实验只多不少 为了躲他 我已经很久没有涉足这层 他经常做实验的楼层了 怀着复杂的心情挤在人群后 我定睛一看 曾经好心告诉我 周燕南喜欢烟花的学姐 正哭得跟花猫一样 领口微微敞着 又羞有粉 实验室门大敞开 周燕南站在门口 衣服也有些凌乱 他低头盯着地上的学姐 眼神冷得像是要杀人 我以前见过他生气 却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生气 他抿着唇 眉心皱起 活像是长年不化的冰山之中 包进了一团炸裂的火一般 随时可能炸了人一身 学姐在地上尖叫了一声 哭喊道 你明明可以选择更好更优秀的 我是在为你抱不平 我不需要 他冷应道 你利用他的信任欺骗他 在大群里散播出消息 让大家笑话他 我揭穿之后 又恼羞成怒 说是为了我 大可不必 我想 我还没有老迈到需要人 来给我做带阎人 去解读我的想法 你说他配不上我 那我告诉你 是我离不开他 一番堪比偶像剧的对话 惊呆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众围观群众 地上学姐又叫又闹了好一会 被迟了一些赶来的朋友 安抚着带走了 而周燕南在人被带走的那刻 下意识地抬头看了一眼人群 我背后一寒 赶紧往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背后一躲 重重地关门声响起 在探头看的时候 冷着脸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应该是没有发现我的存在 周燕南这朵高领之花被人摘下的消息 只用了一天时间就传遍了许愿 我面无表情地对着电脑文档 看起来是在沉思 实际上内心早就咆哮了一万次 就半个月 半个月 周燕南这么快心里就有人了 回想一下之前自作多情的半学期 以及后来追求的半学期 我简直嗷得垂胸顿足 早知道我走开半个月 就会被人抢跑 我就不放弃了 心脏就像是一块海绵 对我悔恨的泪水泡得胀胀的 捏一下又酸又痛 我这个人坐视三分钟热度 但是针对什么东西上了心 冷完了又都赚着会继续热情 大学之前的严格学业 让我对于感情 一直处于一种格物看花的状态 直到有这么回事 但是没时间去想 而在周燕南的身上 我第一次品尝到 关于爱情相关的酸甜苦辣滋味 我从来都没有 这么想让一个人开心过 只要他皱眉 我就恨不得把我认为最好的东西 都捧到他面前去逗他一笑 我垂着头重重磕在桌面上 可现在还没等我二次燃烧起热情 他就心里有人了 摄友听见动静 侧过头瞅了一眼 你就没觉得周燕南说的是你 我郁闷至极 我觉得你现在看起来比我还恋爱脑 去去去 什么恋爱脑 你又没有不听劝 也没有做出什么出口 伤害自己或者别人的事情 就是勇敢追求爱情而已 怎么就叫恋爱脑了 摄友一巴掌拍在我背后 我是说真的 之前我的话你就没有听进去 说是周燕南嫌弃你丢脸了 那这次呢 那学姐是给你支招的那个吧 同事和他以及周燕南扯上关系 你还不代入一下你自己 我沉默了一下 其实在场听见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真觉得两个人在说我 但回来以后 我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和学姐所有的聊天记录 怎么也没有觉得 他在给我出歪照 黎明看起来是那么和蔼可亲的人 怎么会那样 人前一套后面一套呢 还有周燕南 这种话都类似告白了 如果要说对象真的是我 为什么不到我面前说 因为你不仅拉黑 他还天天带着我玩躲避球 摄友吐槽 我愤愤地拍了拍桌子 不管了 我就当他有喜欢的人 染料用尽了 不想烧了 摄友悠悠地看着我 行吧 这表情百民不相信 我会这么容易就放弃 我心虚地挪开目光 拿起外套披上 我出门溜带一圈 在外面吃完了晚饭回来 一个人吹风 总是最好的消愁方法 我拿着刚刚买的凉菜和奶茶 还没等走到江边 一辆熟悉的警车 就停靠在了我边上 左眼瞼跳了跳 我心里跑过一万具卧槽 周叔叔穿着那天 带我去橘子的警服 笑呵呵地从车上探出了头 小宋 这要巧 你要去吃饭吗 一见这车 那天放烟花时候告白地紧张 被抓得射死 就不受控制地涌入身体 我笑容僵了一下 下意识到 这次我可没有犯什么错 车内两个警察面面相去 忽然哄笑出声 我知道 我知道 不用这么紧张 周叔叔咳嗽两声 止住笑意 今天我下班早 叫我家那小子回家吃饭 正准备做好菜给他吃呢 一听见这名字 我就头皮发麻 我干笑两声 那挺好的 叔叔你们吃好喝好 刚准备抬腿走 周叔叔一句话又把我定在原地 要不要来家里做客 我真的放弃 他爹着邀请我一起吃饭 被诱惑地摇摆了一下 我看向车上副驾驶的另外一个民警 以及后座满当当拜访的蔬菜肉类 算了吧 叔叔你还有同事在呢 没等我说完 周叔叔立马转头朝旁边同事说了什么 副驾驶的中年男人 会议地笑了两声 用力打了两下周叔叔的肩膀 很快打开了副驾驶的门 走了下来 男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没事 你们好好吃 我就不打扰了 说完 拎着手上的钥匙 哼着歌 晃悠着朝街对面走去 于是我看着敞开的副驾驶车门 周叔叔则看着我 我是真的有话想跟你说 小姑娘 他见我犹豫的样子 继续加码 关于我儿子的 我老婆走得早 从小我就又当爹 又当妈把他拉着长大 坐在熟悉的警车里 周叔叔一边开车 一边笑着同我说道 他从小就懂事 任谁见了都说一句乖巧 我那些同事亲戚的 谁不说艳难乖 说他不给我添麻烦 以前我也这样觉得 但是大了 我又觉得有点不对 他是依存于我的想法之下活着的 沉默的跟一潭死水一样 我这都半个身子进棺材了 生活没有波澜就算了 但是他不一样 他还年轻 他不是我 他是先活得不一样的人 我忍不住抓紧安全带 您和我说这些事 我只是您儿子的一个追求者 但并不是女朋友 就算我知道周艳难的过去 又能怎么样 难道周叔叔还觉得 我能对周艳难产生影响 如果换之前 我肯定自作多情地上了 但是现在我怕我想太多 然后又得到周艳难毒蛇的吐槽 周叔叔沉默了一下 其实你进橘子的那天 是我老婆的忌日 白天我和他去扫了木 我老婆生前最爱带着周艳难看烟花 他走之后 我怕触景生情 再加上事理开始管制 不仅自己没有再看过 也没有再让烟难看过了 车辆停靠在居民楼下方 熄了火 周叔叔缓缓道 近日 我想起学姐告诉我的 所谓好日子和烟花 终于有什么关窍打通 我不知道那天是阿姨的 对不起 对于我来说只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 但是对于周艳难来说 却是二十几年来痛苦的重复 我想起来那天点燃烟花时候 他抬头愣正的模样 人以为是因为看到喜欢东西的惊讶 却没有想到是触景生情的伤感 我竟然还想在这种时候跟他告白 就算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被坑 我也感觉自己简直被人骂一顿也活该 对不起 我呢呢的重复一遍 然而等待我的并不是责怪 而是又一声笑意 和放在头顶的大手 我说这些并不是要责怪你 欢愉 宋叔叔笑道 这样叫你可以吧 你还真的是跟你的名字一样 是个让人开心的姑娘 我们所有人都以为 他会因为我老婆的去世 对烟花伤感 但是那天看到他 我才发现并不是那样的 中间男人拿了一个烟叼着 却并没有点燃 你当时因为看到警车没注意 但是我下车的时候去看到了 他站在你身边 看着漫天的烟花和烟花下的你 在笑 等周燕南到家的时候 我已经在他家餐厅里 做了友谊会了 周叔叔一边备菜 一边乐呵呵的 给我讲周燕南小时候的事情 我抗拒无能 就只好竖着耳朵 将那些很少为外人得知的消息 灌进耳朵里 门因为避嫌是掩着的 外面能看见客厅里的状况 他推开门 先是环视了一遍家里的状况 喊了声罢 然后看着我 开口 你怎么会在这里 他的额上 还有没有擦拭掉的汗珠 胸膛起伏的厉害 瞧着像是跑回来的 我小小挥了挥爪子 算是打招呼 见他看见了 立马就垂下头 继续当仓鼠 上次人家还为了你违规放烟花 进了警察局 我做赔罪 请小姑娘吃饭怎么了 周叔叔将备好的菜放进坛子 擦擦手 你回来的正好 菜也准备的差不多了 好好招待客人 溜带一圈也成 我去做菜 厨房的推拉门趴踏关上 房间里又只剩下两个人的呼吸 周燕南一直没有走过来 依旧站在门口 目光如炬地盯着我 这种沉默叫人尴尬的难受 我哽了一下 刚准备发挥我的超级暖场能力 周燕南却哑着嗓子先开了口 出去走走吧 我能说啥 难道说在这里 坐着继续尴尬 好 于是我默默穿上外套 跟着他走了出去 天气冷 天黑得早 我跟着周叔叔来的时候 还有太阳 等在出来的时候 天边已经一丝光线都见不着了 周燕南家离大学城 并不是太远 就是以前厂子分配的员工宿舍 几栋楼围成一个院子 就是一个部门 现在正是饭点 家家户户都在做饭 就算是贪玩的小孩 也被家长抓回了家里等饭吃 空荡荡的院子 除了一条狗和我俩 没有第四个活物 就连狗看了我和周燕南一眼 晃了晃尾巴 也懒洋洋的离开了 好了 现在只有两个会喘气的在院子里了 我搓搓手 周叔叔半路碰到我 硬要拉我来吃饭的 周燕南掀了掀眼皮 我还以为你是打算过来 还五百块的 这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还好我没有因为周叔叔 那些暗示我特殊的话而不懂 不然又自作多情了 我想起上次最久之后 抱着周燕南大腿哭的样子 耿了耿 你就当我是过来还钱的 心痛的在怀里掏了掏 找出了两张红票子 往他怀里一塞 剩下微信转给你 微弱灯光之下的青年挑了挑眉 伸手捏住两张薄薄的纸币 那你得先把我从黑名单里拉出来 看 还有这愁 解除黑名单 转去剩下五百块 我将屏幕放到他眼前 看 转了 没了吧 周燕南眨了眨眼 并没有如同我想的一样 很快拿出手机收款 反而莫了会 将两百块塞回了我手里 我上次就说了 你可以不用还钱 良久 周燕南叹口气 前两天实验室 你在场吧 我撇过头 什么实验室 我不知道 孙欢瑜 你看看我 话音刚落 一阵火药未后 同我那天燃放的一模一样 却小了好几号的烟花 炸在了周燕南的身后 我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一簇簇花火在他身后上升 战开 然后湮灭在黑夜中 对不起 刚开始见面的时候 的确是因为你做实验很烂 才会接近你 也是因为排球很烂 才会和你组对 最初 我的确做了很多 让你误解的事情 还让你伤心了那么久 面前的人 用我认为他能说出的 最浪漫的语气 说了相当欠揍的话 明知道他是这个性格 我有点气 却还是忍不住平住呼吸 想要听他接下来的话语 烟花还在继续绽放 周围居民楼 也探出了许多脑袋来看热闹 见到我俩在 带着善意轰笑着催促 是不是告白 亲一个 亲一个 别磨叽了 周燕南 在末集要单身一辈子了 起哄声中 他背着烟花 垂眸盯着我 他在看我的眼睛 也或许在看我眼里的烟花 但是你回馈给了我太多 就像是扇了 感情糟糕的我一巴掌一样 我才发现 是我离不开你 是我卑劣 我知道我脾气很差 不会说话 但是我还是想留住你 你被嘲笑的事情 我已经找到源头 一一发出了警告 至于被抓 我还你一场烟花 大家都会说我 而不是你 我是真的喜欢你 孙欢愉 我昂驼看他 认真问 你知不知道恶作剧之吻 周燕南 我没看过 但是知道大概的剧情 他思考了一下 但我觉得我比江志书好 如果你喜欢他那样的 最后一朵烟花炸开 世界安静 我亲了上去 不用了 你现在能表达就挺好的 不要再走到车了 我拽着他的领子 这次不是我自作多情对吧 你知不知道 之前给我带来了多少伤害 周燕南盯着我 笑了 对不起 其实你从来都没有自作多情过 都是我的错 我想我第一次见到 你就喜欢你了 否则做的烂的人那么多 我为什么偏偏想要去帮你呢 我 我 我还是考虑一下 要不要和你交往吧 这不让他来个追七火葬场 都不好意思 周燕南张嘴 刚打算解释什么 身后单元门打开 周叔叔走了出来 告白晚了吧 他左手拿着锅铲 右手重重拍了拍 自家儿子的肩膀 先是对我笑了笑 又一本正经道 室内不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你是知道的 就算是小型的也不行 等会吃完了饭 跟我去局里一趟 交一下罚款